各位居士 大家好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大庄原论经》 在《大众障》第四册 二六七页下栏 到二六八页中栏 知主的人虽然贫穷 无财物 但可名为富有之人 不知主的人虽然财物丰饶 但却是个贫穷之人 如果是圣志圆满的话 那就是大富之人了 过去有一位在家居士 大家都讥笑他是最贫穷的人 这位居士虽然被嘲笑 意思是 没有病痛 则是第一吉利 知主是第一富有 善之士是第一亲近 善之士是最亲近的 吉尽灭盘是第一快乐 这位居士说了祭诵之后 便对讥笑他的人说 正如同佛所说的 知主的人最忽勇 为何你现在反而说 我最贫穷呢 这位居士又说了一段祭诵 大义如下 众使拥有无数的财宝 以及富裕丰厚的资产 如果不能信受佛法生三宝的话 可说这个人是最贫穷的人 一个人虽然没有种种珍宝 及赖以为生的支据 但是他能正信三宝 可说这个人是第一富有之人 现在我敬奉三宝 把对三宝的正信 视为稀有珍宝 你又是以什么理由 说我是最贫穷的呢 第四天 第三门天 第三门天是四天王中 北方的多门天王 虽然拥有各种奇珍异宝 但他们不失时 却无法将一切财物 施舍给众生 而我的心好要知足 对一切钱财宝物 都没有丝毫贪着的念头 所以一切都能施舍 富贵人家在仓库中 收藏着许多的珍宝 但是如果遇到了大水 大火或者盗贼 随时都可能被侵占夺取 他一旦丧失了这些财宝 心中就会生起很大的苦恼 再怎么高明的良衣 及妙药 也不能治疗这种痛苦 我把对三宝的正信 视为珍宝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侵占夺取的 我的心很平静 安定快乐 没有任何担忧苦恼 这位居士说了这段寄宋之后 又说 因此应该知道 即使一个人的仓库中 收藏了像 马 七宝 财物 如果不懂得知足 这样的人 仍是个穷人 因此佛常说 知足 最富有 大家听了这位居士的话之后 都赞叹他 说得非常正确 这个人有大智慧 是位大丈夫 彼此都说到 从现在起 如果有人 虽然没有财宝 但他对三宝很有信心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 都要称他是富贵之人 辛辛苦苦的聚集钱财 都是为了世俗的遇乐 或为了养家福口 让亲人在物质上 无所溃滑 但这些都只不过 是现世的快乐而已 相对的 正信三宝的法财 这样殊胜的珍宝 却可以为 无数事 在人间 天界中 带来无量的财宝 且随心所欲 皆能满足 因此可知 正信 才是第一的财宝 有的正信三宝的法财 即使在三界生死中 能受用无比的快乐 而没有烦恼 而一般的金银财宝 则可能会带来各种灾难 祸患 无论白天 黑夜 都担忧 操心 深怕这些金银财宝 会被人抢劫 掠夺 经说 这些金银财宝 有八种危险 第一 是被官府没收 第二 被盗贼 抢夺 第三 被火所烧 而不觉知 第四 被大水所吞没 第五 被怨家 债主 恨家夺取 第六 田中农作物 不加整治 以致 使田园芳梧 没有收成 第七 做买卖的商人 不懂得 做生意的技巧 不知 何气生财的道理 而无法获利 第八 不孝子 沉迷于赌博 任意 挥霍家中的钱财 没有解制 有这八种危险 也因为对钱财贪 贪 贪然执着的缘故 生生世世 受苦 无穷 由于 有正信三宝的信财 便能进一步 得到 持戒财 因为他正信三宝 能够依教奉行 他就不会造作非法 恶业 因此 有了 对三宝的信财 便进一步 可以得到持戒财 也可以得到 不失财 禅定财 以及智慧财 如果没有正信的话 又怎么能 又怎么能得到 这些法财呢 所以信财 最为第一 正因为 我有这样的法财 才能在大家 面前 自称 大富人 由于我过去 长久以来 累积善业 所以今天 才能有 坚定的信心 扫欲 执主 接着这位句子 又说了一段 祭颂 大意如下 正因为对三宝 因果 深具信心 就不会造作 任何恶业 一切的功德 都是以正信 为基础 才得以达成 唯有信 才能得到 种种的功德 河流 像箭 一样的快速 奔赴大海 具足 具足正信 就像 河渐一样 移动 非常迅速 能使得心愿 非常快速地 奔向善法 达到目的地 也就是具足正信 就像快速的河流一样 能迅速 能迅速成就 善法 达到目标 有谁 没有任何的财宝 能追随自己 到 下一世去 只有正信三宝的信财 永远 不会丧失 恒常 追逐着自己 直到无数节后 仍然受用快乐 世间一般人 因为累积钱财 而对财宝产生 执着 贪染 正信三宝的法财 就不会产生 染着的情形 因为见到三宝的信心 只会产生 无比的欢喜 一切的财宝之中 只有正信三宝的法财 才是最高贵的 彰显这个真理的 是圣者世尊 所说的开示 所以我并不贫穷 因为我拥有 对三宝正信的法财 这种信财 最殊胜 其他的 都称不上是财宝 只有正信 才是真实的财宝 如果能以正信 行布施 则世间的财物 即功德法财 就会日渐增长 如果不以正信 而行布施的话 则所得的果报不多 而且也会日渐减损 这则故事有几个地方 值得我们留意 世间一般人说 人心不足 蛇吞向 知足常乐 而知足的人 其实是最富有的 另外 世间的钱财 最多只能带给人 现世的快乐 但功德法财 却能使人受无量事的福乐 世间的钱财 无常迅速 容易上失 一般人常会担心 被大水大火大地震 所毁 或生怕被盗贼 所夺取 但功德法财 就没有这些忧虑 法财 还会紧紧地 追随着修善法的人 不用担心 他会遗失 大圣说 贫穷有两种 一者是财务的贫穷 另外是功德法的贫穷 财务的贫穷并不可耻 功德法的贫穷才是 最令人感到羞耻 财务的贫穷 好人也有 但功德法的贫穷 好人所无 好人 不一定有钱财 但他一定有德 有一句话说 道心之中 有衣食 衣食之中 无道心 如果一个人 道心坚固 精进修学善法 自然有福德 不怕 没有衣食 相反的 如果一个人 太贪然衣食的话 就容易失去到心 以上以这些 跟大家共勉 请不吝点赞